经常 evangelical全力的音乐 Ex-120-2020 我听见从天上有森林说 我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儿死的人有福了 从天上来的 就是永恒的上帝所定的旨意 定的真理 祂定得 但是有时候我们人性不能领受 我们在难过当中 我们一直问主 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下面那句话说什么 圣灵说 各位圣灵在哪里呢 圣灵与我们众圣徒同在 对不对 主赐下圣灵 安慰我们 兼顾我们 尤其是在苦难当中 用他的道来亲自对我们说话 是的 他们写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不是空空的离开的 看起来肉体走了 没有了 火化了 但是各位要知道 人是带着满满的东西 去见他的造物主 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带着什么走 他带着他的罪而走 这个罪和罪的刑罚随从他 所以他进到永远的灭亡 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一个信徒 基督徒 他带着什么走 圣经说 他做工的果效 天使也看见 上帝也看见 人也看见的 那个果效 带去进到永恒里面 换取永远的荣耀跟冠冕 那个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呢 人带了什么果效走呢 第一 当我们一个人重生之后 我们遵循神 听从神的话 而做的事 每一件事 是永远在国度里面受纪念 从你重生之后 你听从主 有爱你的家人 听从主 传福音 听从主 你上班 对不对 养家糊口 各位 听从主而做的 我们主耶稣是来的时候 他给我们看什么 他听从父而做的 所以我们圣徒 你怎么知道 你的冠冕是荣耀的 从你重生之后 你是一直学习 怎么听从主 所以你要认识真理 认识真理 所以你知道 主的美意 能够听从他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 有主 读书里面有主 上班里面有主 各位弟兄姐妹 你每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会成为一个工作的果效 跟你一起到天家 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曾经这么做 甚至你忘记的 上帝记得 把那个冠冕放在你的头上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第二个呢 就是当我们为主而做的时候 我们带着这个蒙恩的生命 祝福我们旁边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遵行主而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主把你放在人间 你旁边有人 有灵舍 主教你爱你的灵舍如己 你的灵舍是谁 你的灵舍是谁 我们的灵舍 就是我们第一最靠近的 我们的配偶 然后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肢体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会遇到的 我们的联络网展开的 灵舍 主教我们 从主放在我们旁边的人 来学习怎么爱他们 来把我们的冠冕累积起来 这是能够看得到的 人看得到 天使也看得到 有时他做的不是很合一 但是主看到他的心 第三 你留下来影响众圣徒的精神 使福音能够广传 一直到地级 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结束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保罗他教导提摩泰的 甚至他说 我被交电了 当跑的路已经跑了 守信的道已经守了 现在有公义的官免 为我存留 那现在他把这个交棒 交给他 提摩泰 教父 然后两千年的信徒 他的信仰精神 影响了他们 各位这些都是不是保罗的官免 是 甚至他走了 我们今天读他的书信的时候 我们认识怎么爱主 怎么认识这位上帝 然后受他的精神影响 我们亚伯拉罕活出来 爱上帝的精神 大卫活出来爱主的精神 传给众圣徒 四千年 两千年 这一切的一切里面 都是他们的冠冕 各位 甚至人走了之后 但是他做工的果效 他的精神留下来 影响了他的儿女 影响了众弟兄姐妹 激励了他们 继续爱主 这个就是会成为他的冠冕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